JP Summit之前 台灣有群人去了COFOR JAPAN的SUMMIT 那 因為子余本身也會日文 常常都在JP社群裡面協助 就是日本人來跟我們一起交流 所以這一次 換我們去他們的SUMMIT 他有一些看到的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像右邊這個字幕的系統 就是COFOR JAPAN 因為日本的朋友在JP社群的時候開發來使用 OK 好 大家好 我是子余 然後今年的9月底的時候 我們去了日本的COFOR JAPAN的SUMMIT 那我覺得尤其是在現在公投結束之後 大家就開始回去想說 那我們對於地方啊 或者是對於不同世代的人的看法 或是想法 我們有沒有就是跟他們做過討論 或是跟他們終於開始有些想要突破同溫層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個部分COFOR JAPAN的經驗或許是蠻值得我們借鏡的 所以我就很想要在這次的就是大宋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次去COFOR JAPAN的一些感想喔 然後 對 喔我的 對不起 對 然後COFOR JAPAN它蠻有趣的 因為像G01的話我們就是 好 我們就都在台北 對 然後 那COFOR JAPAN它其實是 它並不是 它不是像我們一樣是個去中心化的組織 但是他們是社團發人喔 但是 JAPAN它本身雖然是在東京沒錯 但是其實每個 就是很多的地方鄉鎮 他們是以 像台灣的那種 比較像例如說永和 COFOR永和 這樣子這麼小的一個區域 作為一個base 就是各自他們是獨立的團體 而且沒有互相的就是一些管轄的一些關係喔 就是它並不是它的 這些COFOR什麼東京 COFOR大阪 它都不是COFOR JAPAN本身的分會 而是他們是獨立存在的個體 那COFOR JAPAN做的事情是去串聯這些不同的地方的人們 然後 或者是提供技術上面的資源 例如說像上次 我們做那個桌遊的專案的時候 有那個COFOR南投的朋友 他就說 像那樣子比較偏鄉的地方 其實他們是 沒有就是像工程師這樣的資源的 那COFOR JAPAN就會去幫他們串 需要的資源喔 對 然後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也是跟GV非常不一樣 就是他們跟 企業的合作非常的緊密喔 還有就是地方政府 就是台灣的話 就是雖然我們有那個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市 有一些可能公有地啊之類的 或是 但我們大部分 居民比較多的 還是跟中央政府的一些合作喔 然後他們 日本的話 他們主要 而且特別是對於 有一些偏鄉 或者是那種三線都市 他們的跟地方政府的 就是有點像是跟地方創生 或是社區營造這樣子的機構做結合 然後他們會引一些很多 就是大企業的資源 進到這樣子的計畫裡面喔 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因為像我們就只想要 呃 打擊打擊 哈哈哈哈 就是想要看他們有沒有做什麼壞事啊這樣 對 然後像 呃 這次的 Cover Japan的那個年會 在 新細線 新細線是怎麼樣的地方呢 就是在 東京在這 然後它在這 就是一個 搭新幹線 要一個多小時的 遙遠的都市 對 然後 呃 它是分兩天 然後總共有六鬼 就是 也就是說其實每鬼就是的人數 可能非常 就是沒有到非常的多 然後它是一個 所以有很多軟性的 或者是比較 那種 workshop形式的活動喔 然後他們每年會在不同的城市舉行喔 然後它是 呃 像去年的話是在神戶 那在之前好像有在 嗯 愛知還是哪裡過 就是他們藉由這樣子每年在不同的地方舉辦 因為 如果在 例如說在神戶主辦好了 那神戶一定是會去找神戶市政府做一些 做一些合作 然後其他大家在不同都市的人都會 會來到神戶這個地方 所以它其實間接是帶動就是一個 人的流動喔 就是 成不同的地方 的人們就是來到了神戶這個城市 然後 所以在下一次辦 SAMI的時候 神戶這個城市 因為在神戶這個地方辦 所以 而加入了這些人 他們又會被帶到下一個城市去 去參加下一個城市的SAMI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然後還有大量的地方公務員 跟大量的企業 對 然後這個是就是當天的照片 對 然後 他們有 使用一個技術 就是除了我們這邊 這個UD Talk 就是這個 它其實是因為 台灣的參加者要過去 那他們覺得 希望大家能夠更了解 會議的內容在講什麼 那是由 Cole for Lainma Lainma是東京的一個區 對 的朋友就是開發出來的系統 那它不是 它跟Google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接Google API的 對 然後 他們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傳統 就是他們的紀錄 像我們就是記竹字稿 就是 可能記竹字稿 或會議紀錄 那他們就是會用畫圖的方式 就是他們叫 去記錄就是 呃 這一個活動 然後 就會畫出像這樣子 一幅一幅的 就是 會議的 就像漫畫的一個摘要喔 就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個是上次就是阿端去 去日本的 他就是介紹就是 G20V的時候 然後 畫出來的一個 就真的現場畫 我邊講它邊畫這樣 對 然後 那個Stella 它也有 就是他們也有一個Warshop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畫這種東西 那Stella她也有畫 就是 畫我們的talk 對 然後 還有很有趣 就是他們有那個 親子專區 就是有一個地方是托爾索 然後 就是小朋友就會在那邊 看 看 玩那個東西 對 然後還有他們有很多 企業合作的專案喔 然後他們是 嗯 企業他們 藉由 COVID JAPAN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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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跟地方政府有些連結 那 他們藉由COVID JAPAN 去 把企業的人 送到政府裡面 去做可能 一個月或兩個月的Fellowship 就有點像是 派駐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會了解說 那個地方 可能需要什麼 企業的技術 或是需要什麼 新的東西進去 然後 這個其實 在SAMIR的時候 那個 COVID JAPAN的 代表人 就是 就是 世紀商他來台灣的時候 有 有講過這個 那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 不知道是誰 對 然後主持人 他就有說 這個在台灣可能比較不可行 因為 就是 就會覺得 那你是要關說嗎 你是利益輸送嗎 就是 對 然後 然後他們像是 這個是IBM的一個計畫 因為日本那個時候 剛經過一些天然災害喔 他們就想要 藉由這樣子的 COVID JAPAN的平台 然後直接由IBM出錢 然後就是 大家來 就是辦一個黑客送 嗯 然後 所以他們有非常多的 企業相關的talk 那所以大家 就是企業talk 都西裝鼻挺的來 這樣 就還滿特別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公務員居然就是 佔了三分之一這件事情 非常的厲害 對 就是 COVID JAPAN 我覺得他們關注的議題 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比較像是 喔喔喔 衝撞性的議題 然後 對 然後但是他們比較多 TAC相關的 就怎麼樣用技術 提升他們公務員的一些能力 然後 還有像這個 我就有點像是 呃 公格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 可以讓公務員 就是不受到體制的束縛 而去 而去 也是一個同溫層取暖啦 就是 怎麼樣可以就是 互相連結喔 然後 然後在一起 然後他們因為 因為有不同的 這些 這些 就是可能人的流動 那我想要跳到後面來 對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是第一個 他們很重視世代的對話 因為像我們在 我們在分享 就是像 V台灣做的事情 他們就一直問說 那 那 不同世代不能用到網路的人 要怎麼辦 然後或者是小朋友 就是 年輕世代你們要怎麼樣 跟他們接觸喔 然後他們也有另外一個 call for use 就是專門 就是給 學生參加的一個 團體 而且是由學生自己自主發行 我就可能不想跟老人一起的耶 然後 好 對不起 那等一下有興趣的 可以跟我一起 就是聊聊 call for japan 謝謝